中華這幫新球季 週末即將開打 同一是好手 也利用新球衣發表記者會 和大家聊聊近況 正開完去年新人球季 回出二十四發拳內打 不但名列拳隊之冠 在全聯盟也排名第六 更猛的是他改寫聯盟新人單季拳打記錄 他也在館辦熱身賽的第一傳 就開紅 近況香的火燙 預計將扛起新球季第四棒的重任 正開完希望更確實祈求撕掉潮汐的盲炮標籤 至於去年下半季才加油的潘彥廷和蘇智傑 迎接職棒生涯第一個完整賽季 都有不同考驗 潘彥廷去年首郵集二十二場 發生多達十二次的失誤 蘇智傑則是右手手韌帶受傷 目前恢復八成 還無法百分百迎接 請記 做一下討論 可能跟他們經驗談之類的 所以他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對 所以那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 趕快跳得到最好這樣 去年就是蠻意外的嘛 就是很快就會很快就上去義軍 然後有獲得獻巴的表現 然後但是今年換了守備位置 然後就是還在適應這個守備位置 然後還有一個學長跟我提到說 就是我在熱身賽的時候 就覺得就是給自己壓力太大了 然後就會太巧合去迎接想要表現 從去年下半季開始 同一教練團就大膽啟用新秀 鄭凱文 蘇智傑和陳傑縣 都是備受期待好手 小獅子們滿心期待要迎接新挑戰 也要讓教練和巧蜜看到他們努力的成果 我來提升陳英文 黃化軍採訪報導